你看这前几天不是您做那个头疼节吗吧 他老公不是得了重病吗 师父说是他这个病是地府馆 他虽然放了很多生放了很多小房子 他就问这是什么原因 师父说你 并不是说你这些生要放下去 小房子烧了马上先好 最主要的是有愿力 哎呀师父这个愿力太重要了 他没有愿力的话也不行啊 师父 愿 愿比天大呀 听得懂吗 开玩笑了 独藏王菩萨怎么成佛的 愿 观世音菩萨 你说哪个大菩萨 哪个大佛没有愿力啊 去查找一下 对对对 那师父你像得了重病的 他虽然念小房子还要 虽然念小房子还要放生 将来现成说法 那愿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这一个一个点 那师父说 要等他这种重病都地府馆 如果等着菩萨天上下招书 什么下招书具备哪几个条件 菩萨才给他下招书呢 师父您给大家说说吧 二十四孝菩萨就会下招书 在人间讲起来 你要感动天地的事情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比方说 你看 菩萨跟狗也下过招书 所以狗也叫有缘众生 狗为了救主人 自己淹死 敲到河里去 对不对啊 这个都是感动天地的 比方说 感动天地的 一个对妈妈 孝顺的不得了的 你们看 观世音菩萨 为了给自己爸爸 这个做药影子 他全员把自己的眼睛 抠出来 对不对啊 对对对 看见了吗 这叫感动天地吧 一个 对对对 过去 安安 对佛陀好吗 好好好 你看 感动天地吧 成佛了 对对对 对不对啊 对对 你想想看 一个 一个 一个法师 对自己的事不好 感动天地吧 坚信不疑 很多 真的 很多的 过去的老和尚 到了晚年 也是身体不好 他的法师不离不弃 什么都不要 就跟着 自己的师父 道死道尿的 你看真的感动天地啊 对 那师父 有的弟子 比如有的 有的弟子吧 有的孩子 他虽然修为不怎么样 但是他 特别笑 特别尊师重道 他照样能修出去吧 从这个尊师重道 这一条 照样能修上去吗 师父 当然了 这个问题 尊师重道 上去的菩萨 不要太多 打超出六道的 就单单这一点 就能超出六道 有很多菩萨 都是尊师重道的 明白了 很厉害的 我告诉你 所以为什么叫尊师重道 重道就是说 你对佛法坚信不疑 尊师 你对自己的师父 坚决相信 坚决照顾维护 这个都是 能够上至天 下至地的 响当当的 在天庭上 对不对 师父 佛陀身边的人 全都都上去了 就是因为他们尊敬 尊敬佛陀 尊师重道 对呀 对呀 他们全部称为 这个这个 贤 贤圣圣啊 听得懂吗 你想想看了 有没有 礼佛大产 我们里边 有没有啊 南无归宜 十方山 金须空见 就是说 十方山是一切 虚拟和包括地球的吗 一切闲圣圣 看见了吗 位置高不高啊 高高高 好了